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内地的影视业蓬勃发展,大量的资金涌入这个行业,但是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一方面电影票房子创新高,另一方面五毛钱特效漫天飞,很多号称投资数亿的电影, 到最后特效简直让人不忍之事,崔永元炮空演员高片酬之后,揭开了娱乐圈很多的所谓黑幕,这个时候吃瓜群众才知道原来投资电影里边的猫咪这么多,甚至为了吞掉投资的钱,故意抬高演员的片酬 到最后再分钱,演员一部新片酬上亿已经不是什么新闻,杨颖甚至爆出了一部创业时代品酬两亿的新闻,最后杨颖工作室发公告否认没有这么多,但是没有公布具体数字, 当时媒体猜测片酬大概在一亿五到两亿之间,现在国家开始整顿娱乐圈,首当其冲的就是演员的高片酬,很多一些明星的片酬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,片酬的幅度下降,大概下降了七成之多, 尤其是从五月份以来,演员的片酬下降对比相当明显,杨颖在娱乐圈拥有超高的人气,一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打破了很多记录,而且她的情商极高,本来很多人认为炸军们会成为杨颖事业生涯的滑血炉,但是最后杨颖很快渡过难关,并且安然无恙,在她主演的电视剧剧将中, 本来两亿片酬报价一亿人民币,受到限运影响,最终报价2700万,巨强的男主角霍建华,片酬也从一亿降到了2500万,两人下降了大概七成之多,无独有偶,流量小花旦正爽在拍摄青春痘的时候,片酬报价也从5000万降,到了1800万,从现在的娱乐圈市场来看,随着规范化的发展, 明星们的片酬也逐渐降到了比较符合市场的水平,而不是浮躁的报价,但是即使明星片酬已经降了七成,很多网友还是觉得难以接受,一部戏就能拿到2000多万,这个价格在普通网友眼中依然是天价。 感谢观看